群体免疫它是要求 当如果每个国家都是按照同等的覆盖率往上涨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免疫保护率 你再没有达到70% 你没有达到那个trashy hold 那你呢10% 30% 那都是起不到保护作用的 按照这样一个科学的理解 我们怎么才能科学接种呢 要让一个国家尽快的达到70% 80% 在第二个国家在第三个国家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能够呢科学的有效的在全球推广疫苗的接种 而不是呢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齐步走的往前推进 那这就需要我们呢依照科学 把不同的国家按照优先来进行分类 尤其是高年龄组 就是人口老年人口构成比较高的国家 应该作为最优先实行群体免疫的国家 多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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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